十大泰国旅游必到特色景点 一、曼谷大皇宫 曼谷大皇宫是泰国曼谷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 它是一座壮丽的宫殿建筑群 代表着泰国的王室权威和传统文化 游客可以欣赏到华丽的建筑 精美的装饰和丰富的历史背景 在大皇宫内 您可以参观独特的庙宇 其中最著名的是庙宇中的圣像翡翠佛 此外 您还可以漫步于美丽的庭院 花园和广场之间 感受宫殿的壮观氛围 曼谷大皇宫是泰国文化与历史的象征 是游客们不可错过的绝佳旅游目的地 二、梅南河 梅南河是泰国曼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 也是该城市的生命之源 它流进曼谷市中心 将这座城市分为两半 并为曼谷带来了繁荣和活力 梅南河沿岸拥有许多重要的旅游景点 包括曼谷大皇宫 富有历史的庙宇和华丽的宫殿 乘船游览曼南河 您可以欣赏到河岸两侧的迷人风景 宏伟建筑和当地居民的生活 还可以选择乘坐水上巴士或水上出租车 在河上穿行 体验曼谷独特的交通方式 三、清迈古城 清迈古城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遗产的迷人地方 这座古城被保护着完整的古城墙和壕沟 呈现出悠久的历史韵味 游客可以漫步在古老的街道上 欣赏精美的寺庙 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墓屋 清迈古城还有许多寺庙值得探索 其中最著名的是华夏寺和瓦莱寺 此外 您还可以逛清迈古城内的夜市 品尝到地的泰国美食和购买手工艺品 清迈古城以其迷人的文化遗产和宁静的氛围吸引着游客 是泰国旅行的必到之处 四、巴提亚 巴提亚是泰国东部海滨城市 以其美丽的海滩 多样的娱乐活动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而闻名 这个度假圣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巴提亚的海滩是其最大的魅力所在 您可以在细软的沙滩上放松身心 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浪 此外 巴提亚还有许多水上活动可供选择 如潜水 浮潜和帆船等 满足水上运动爱好者的需求 对于寻求刺激的游客 巴提亚还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娱乐场所 包括夜市 水上公园 水上运动中心 以及世界知名的人妖秀表演 此外 您还可以探索巴提亚周边的岛屿 如柯兰岛和鸟岛 欣赏壮观的自然景色 五 大城府 大城府是泰国的一座古城 位于曼谷以北约八十公里处 它是泰国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首都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大城府以其壮丽的庙宇和古迹而闻名 游客们可以在这里探索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城内有许多庙宇和遗址 其中最著名的是帕西善佩寺和瓦帕哈德寺 它们展示了泰国传统建筑的精华和寺庙的庄严氛围 您还可以租一辆自行车或者乘坐小船沿着眉南河游览 欣赏古城的美景 大城府是一个历史悠久 文化丰富的旅游目的地 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感受泰国的古老魅力 六 普吉岛 普吉岛是泰国最受欢迎的度假圣地之一 位于安达曼海上的一座岛屿 它以其壮观的海滩 碧蓝的海水和丰富多样的水上活动而闻名 普吉岛的海滩是该地区最吸引人的特色之一 如卡塔海滩 卡伦海滩和帕特海滩 您可以在这些沙滩上沐浴阳光 游泳和冲浪 或者参加一些刺激的水上活动 如翻版冲浪和潜水 此外 普吉岛还有许多精彩的岛屿和海上景点等待探索 如皮皮岛和詹姆斯邦德岛 普吉岛的夜生活也非常有名 您可以在帕特海滩的酒吧和夜市中度过愉快 七 湄公河金三角 湄公河是位于东南亚的一个迷人旅游目的地 交汇于湄公河的泰国 老挝和缅甸边界地区 这个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文化而著名 游客可以探索湄公河的壮丽风景 参观当地传统村落和历史遗址 了解这个地区的丰富历史和文化背景 八 沃佛寺 沃佛寺是泰国曼谷最著名且最大的寺庙之一 它以其巨大的沃佛雕像而闻名于世 沃佛寺建于18世纪 是一座宏伟的寺庙复合体 拥有众多的佛塔 殿堂和佛像 寺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大殿内的沃佛雕像 长达46米 由黄金覆盖 展现了精湛的工艺和壮丽的气势 寺内还有许多令人惊叹的佛像和彩绘壁画 展示了泰国传统艺术的精髓 游客们可以在寺庙内漫步 感受宁静的氛围 欣赏精美的建筑和艺术品 此外 沃佛寺还提供传统的泰式按摩 是一个放松身心的理想场所 9. 苏可泰 苏可泰是泰国北部的一个古城 也是泰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 它曾是13世纪至15世纪泰国王国的首都 被认为是泰国文明的发源地 苏可泰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被称为泰国安波尔 游客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到许多精美的古建筑 如宫殿 寺庙和佛塔 展现了古代泰国的建筑艺术和文化 在苏可泰 您还可以参观历史博物馆 了解更多关于该地区的历史和文化 除了历史遗迹 苏可泰还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公园 供游客们探索 10. 拜县 拜县是泰国北部清脉省的一个迷人小镇 它坐落在山谷之间被壮丽的自然风光环绕着 拜县以其宁静的氛围 美丽的风景和独特的文化而受到游客的喜爱 您可以在这里漫步于街道上 探索各种小商店 艺术画廊和咖啡馆 感受悠闲的太北氛围 拜县周边有许多令人惊叹的景点 如帕县瀑布和温泉 供游客们享受放松和泡温泉的乐趣 此外 您还可以参观当地的寺庙和部落 了解当地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 拜县还以其丰富的美式文化而闻名 您可以品尝到各种美味的态势和国际美食 总之 拜县是一个迷人的旅游目的地 提供了丰富的自然景观 文化体验和放松的机会 让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 每个国家都拥有独特而令人惊叹的景点和文化遗产 所以让我们继续探索世界各地的美丽文化吧 谢谢大家看到最后 下期见